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旁边这个叫陈桂兰 他叫胡思琪 十岁半 我叫陆长红 我叫赵嘉义 我叫陆海仙 今年九岁 我们学校呢 位于云南省文山 壮厨描述自治州 广南县联城镇 莲华小学 我们原本住在208 社馆就突然叫我们搬到408了 他们说那里要见浴室 对不起 一叫整栋宿舍来 居夫人来听见他们的声音 一叫整栋宿舍来 我们这里建栋宿的时候都没有排水系统 也没有进水系统 学生在洗漱洗澡这些都非常困难 我先去接烫水 烫水多了加冷水 冷水多了加烫水 因为热水毕竟很有限 洗头洗澡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没有地方 第一年级的小孩脸都不洗 因为太冷了 男人在监察 谁叫头发这么脏呢 然后十月是不下来 学生的养成教育 特别是卫生这个方面的重要部分 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 留守人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特点 校里面都是爷爷啊奶奶啊外公外婆带 我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 十三包 作为一个老师 还作为一个母亲是吧 看着很可怜啊真的 希望家人们都在一起 这个方便不砸起来 新疼呢 所以我们才努力啊 一直在努力地找 我们有这种改造的项目 现在终于找到学生也高兴 我们也高兴 那我可以了 你没有看到那些小孩吧 你就体会不到 一个意思 这些农村的小孩有多重要 现在有意思了 可以洗澡 哈哈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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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 你不要想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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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鼻涕被垫上的水 我覺得頭髮是人最美的地方 美就是皮膚好一點 頭髮長一點 很像香的頭髮子 長得很漂亮 很漂亮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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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